歡迎收看8891的新車單元 我是阿姬啦 先跟大家說真抱歉 因為我得了A型流感 所以今天講話的過程可能會沙啞比較卡一點 看影片之前 如果說你怕被傳染的話 記得把口罩戴上 今天來到現場的Suzuki Gimari 這台車的定位是小型純種越野車 目前在國內市場是沒有直接的競爭對手 它上市之後也創下了一個紀錄 從預接站到現在 已經拿下了將近2000台的訂單 以這台車一年大概800台的配合來看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下訂 可能要兩年後你才有辦法拿到車 兩年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如果說你的小孩本來只是小學一年級 兩年後他可能已經變成小學三年級 這台車還沒上市之前就有些人在預測 這麼多的訂單都是為了它的外型而來的 那會不會導致一種情況呢 當我為了外型去選擇這台車的時候 那它開起來會不會是以前那種純種越野車 很硬派很不舒服的設定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想要找出來的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跟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 這台車適合越野嗎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GIMERY的越野體驗 那旁邊是我們的資深教練Jarny 那他接下來會帶我們通過一些 我們平常看起來是不可能通過的地形 我們現在走第一個關卡 第二個關卡呢 就是我們會讓一個輪子離地全空 測試它的剛性 可以試試看你的門會不會不好開 其實這台車它整體的底板設定比我們想要重要重用很多 那我們就測試一下上坡的進入角 好 你看我現在踩著煞車 我們有斜坡輔助系統5秒鐘 5 4 3 2 1 它倒退以後它會自動熄火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跨越角 這時候呢這個就是讓你扶著 上下坡的用力腳往前伸直 好 你不是要示範斗坡環降嗎 斗坡環降在外面 太短了 對 斗坡環降在外面 那我們現在是2WD跟4WD 然後4輪傳動再打回到2輪傳動 把環環關掉 為什麼要關掉呢 因為我們要挖N 這個就是2輪傳動 它會一直挖 你現在要挖到它初步來為止 OK 反身 好 可以 雖然說它現在還是可以輕易的脫困 好 像這樣 把它換到4輪傳動 輕鬆 油門只要稍微帶走 完全沒有 所以它也不需要特地換到4L嗎 一般不用到1L 這個水的深度有你們兩個 現在多少 現在應該半顆輪胎吧 它現在的進氣 這一代是在右邊的右上角 對 我有看到 很不錯 我們自己在做沒有這種感覺 但你看它的輪差差了很多 其實讓我們沒有太大的感覺 輕鬆的 其實你只要輕含油門 因為它有那個電子差數 電子差數 對喔 我們現在用LOW 4LOW 然後我們做一個加速的測試 首先呢 我們先下坡 我們用抖坡環降系統 那下坡的時候呢 腳離開煞車的踏板 車子會以時速5公里的速度自動下降 這看起來有點難度 那你確實 那我們試試看 滿輕鬆的 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對啊 只要是下坡的地方 基本上建議玩家 可以用抖坡環降系統 放掉 我們只要把你的路線選擇好 它這個好處就是 我們只要專心選擇路線就好 對 沒有錯 OK 好 OK 然後再來我們前面會有一些比較 這個爛泥巴 爛泥巴 你看在這種爛泥巴裡面 輕鬆置 這邊就很深 對 這邊感覺滿深的 OK 有一定的深度 對 這邊有一定的深度 那我們清採油門就好 好 就這樣出來 很輕鬆耶 好 動作做出來了 一般我們都是 用低速在越野 你是在你地爪還會 肉身的坑洞會打換你 然後開的節奏 那現在是二驅模式 我們再看這台車能不會像剛才那樣子 運用至於 其實在這裡二驅 這台車還是可以稍微 勉強可以 因為它的防滑真的是很厲害 譬如說我們測試吧 防滑關掉看看 它的那個差速器 還是會做好 所以它前駛系統的邏輯 真的是做得滿不錯的 你吧 我們再往上走 好 往上走 哇 這個這麼鞋你認真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其實停在一個相當鞋的斜坡 好 斗坡環降一樣 放五秒 3 2 1 好 開始 斜坡輔助系統 對 HDC 對 好 走囉 OK 好 輕鬆 對 為什麼你開起來 這台車都是那麼輕鬆 外觀看起來如何 那在GIMALE的外觀部分 它其實有一個比較方正 然後看起來滿可愛的一個設計 那另外它的頭燈除了是圓形的之外 它裡面也是採用LED的設計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這樣的配備看起來是比較超值的 但是我開了開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它的日行燈跟霧燈組 是在同一個位置 當我們開著日行燈的時候 它是燈組的下半部會亮 那開霧燈的時候 是上半部會亮 那正跟我們台灣的法規 其實可能會有一點抵觸 因為在正常的天候下 你是不能夠開啟霧燈的 那有些人看著你的日行燈 可能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開啟霧燈 那看到GIMERY的這個備胎 我想許多人跟我一樣有個疑問 這個備胎到底要怎麼拿下來呢 那我仔細研究了一下發現 它其實在後面是有做一個拉鍊的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拉鍊頭的位置 把它拉開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備胎取下來 備胎的外蓋取下來 因為裡面你還是要必須準備工具 才可以把備胎卸下來 那影片還是有點長 大家繼續觀看之前 先按個訂閱吧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內裝機能如何 我們現在坐在GIMERY的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體的內裝設計 其實都是比較偏向越野硬派的風格 比如說你在車上 可以看到很多方形的元素 像這個方形的儀表板 在這旁邊還有一個假的螺絲座裝飾 都可以強調它不同的越野風格 那中空台這邊也是採用方形的設計 甚至在副駕駛座這裡 它還有一個有軟質塑料的握把 這功用就是讓你在越野的時候 可以拿來抓固定好你的身體 那整體看下來 我覺得有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方向盤的樣式 其實並沒有越野的硬派風格 它跟一般的SUZUKI方向盤 基本上是類似的 所以整體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方向盤 如果能夠特別設計一下的話 是會更好動 那因為在內裝的設計方面 本來就是以越野耐章 會更為主要的訴求 那如果說你是通勤的時候 想要開的話呢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在耐章這部分呢 我想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那我們來看配備有什麼 首先方向盤 它只有上下調整的功能 那這點是比較可惜的 那有些人它可能會 沒有辦法調到 適合它自己的駕駛位置 那方向盤上面的快波按鍵呢 基本上是屬於立體化的設計 位置也容易記憶 所以操作起來呢 倒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藍牙電話呢 是在方向盤左下角這裡 另外在方向盤的左下方這裡 你可以找到一個 頭燈清洗的按鍵喔 這對越野車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 那這台車啊 它有些配備我覺得是不錯的 比如說它有光感應頭燈 那它也有電動摺疊後視鏡喔 這點真的是滿實用的喔 車載系統的部分 它的功能是比較陽春一點喔 不過基本的藍牙以及USB也都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使用 Apple CarPlay的機能的話 那就是要另外選配喔 空調系統的部分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 Suzuki空調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因為它是採用了旋鈕式的介面 所以在操作上呢 是相當的方便 而且它具有單區恆溫空調的機能 在空調介面下面這裡有四個按鈕 其實這裡左右兩側啊 就是車窗的功能喔 那只有左側的車窗 具有One Touch的功能 右側的車窗是沒有的 那左邊第二顆呢 是循跡系統的控制按鍵 右邊第二顆啊 是躲坡反向的機能 那在下面這裡 有一個USB的插座 以及一個12V的電源 拍檔座的部分呢 它握起來的觸感 其實是還不錯的 那檔位也算滿明確的 那本身呢 它有L檔跟2檔 另外呢 它本來左側這裡 還有一個OD檔喔 那我們可以依照不同的情況去使用 下面這裡 有加力箱的切換撥桿喔 往前推到底啊 它是2H 就是後輪傳動的高速模式 那你也可以選擇4H 4H的話 就是四輪傳動的高速模式 不過這時候呢 車子開起來會不太一樣 稍後我們會再講到 那往下壓再往後撥的話 它是4L 就是4輪傳動的低速模式 主要是為了越野需求而使用的 手煞車的部分呢 它是傳統式的喔 那我想這台越野硬派的車 應該也不用電子手煞車囉 那在收納機的部分呢 前面這裡有一個放手機的空間 像iPhone Plus這種手機的話 放進去還是OK的 那如果說你手機想要放在 手煞車旁邊這裡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小的收納空間 那在自備的空間部分 它是在安座的後面這裡喔 是前後座共用的 它有兩個自備空間可以使用 那在副駕駛座前面這裡 也有一個開放式的收納空間 可以使用 像這個地方 那手煞箱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這手煞箱真的是滿小的喔 如果說我們要放東西的話 它其實是放不了太多東西的喔 後座空間大嗎 我們現在坐在GIMANY的後座 那它進出後座的空間 基本上還算是大東 可是呢 當我們坐在這個後座的時候 馬上就會發現 這個後座空間真的是有點小喔 那我們一樣 先來量一下我們的西部空間 這邊對齊我的膝蓋前緣 調一下水平喔 4.95公分喔 那這應該是我們目前量過 最窄的西部空間了 那坐在這個後座啊 你會發現 它的椅背喔 其實呢 有點挺喔 不過呢 因為它的椅背啊 其實是有角度可以調整的 像是最直的狀態 像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後面 想要放一點行李的話 還是OK的 那如果後面要坐人的話 建議調到最躺的狀態 像我這邊也可以調到最躺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坐起來呢 就舒服一些了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稍微回來一點 那在配備的部分呢 後座的自備空間 是跟前座共用的喔 那在後座這裡 有一個還不錯的 就是這裡有一個 12V電源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坐在這台車後座啊 它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 雖然頭部空間是夠 那西部空間勉強也可接受 但是腳部的空間啊 其實你沒有太多地方可以伸展喔 所以坐在這個後座 覺得最卡的地方 反而是你腳部的伸展空間喔 你不管怎麼放都覺得不夠舒服喔 那在後座的部分呢 我還發現了一個問題喔 就是 當你把後座的安全帶 繫起來之後 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呢 它的安全帶是比較會勒住脖子的喔 而且呢 因為它的 這邊高低是不可調整的喔 所以坐在後座的話呢 勢必還是比較不舒服一些的喔 所以這台車啊 基本上 還是要把它定義成兩人座來使用喔 後座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應急而已 行李箱夠大嗎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Gmail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啊 它的尾門啊 是採用側開式的設計喔 那這樣的設計啊 在像日本啊 這種 右駕國家的話 它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車子是挺左邊嘛 那我拿東西是滿方便的 但是在台灣啊 就沒那麼適合了喔 我車子停好之後 我拿個東西 可能是要再繞浴圈喔 所以這台車啊 小歸小 但是你在停車的時候啊 可能還是要多預留一下 後面的停車空間了 那行李箱空間呢 如果說你車上是坐滿四個人的話 大家應該顯而易見喔 其實你沒有什麼行李箱空間可以使用 這也是為什麼剛剛我說 這台車基本上是以兩人座或三人座做一個設定喔 那既然這樣方面有多少東西的話 我們再看兩人座的話 它可以放下三個行李箱嗎 那我們把它變成兩人座的設計 後座椅被都打平之後 它的空間就滿大的喔 那我們一樣 有個29吋的行李箱 跟兩個20吋的登機箱 大的前台 來 這樣是可以 這兩個小的 好那現在三個行李箱都放進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們以兩人座的設定來看的話 它的行李箱空間其實還是滿大的喔 那假設你車上只坐三個人的話 你也可以把五五分離的椅背 放一個下去喔 這樣你就可以坐三個人 又可以擁有一定的行李箱空間 另外在行李箱尾部這裡 它有一個小型的收納機能 可以放一些比較零散的物品 另外在行李箱裡面 還有一個12B的電源可以使用 開起來怎麼樣 在駕駛視野的部分 大家可以發現 G-MAIL的A柱它是比較偏直立式的設計 那跟一般傾斜式的A柱 它是有不同的地方 直立式的A柱呢 它可以給我們比較好的駕駛視野 而且呢 這台車因為看得見引擎蓋 所以對於一般人來說 也是比較容易掌握車頭距離位置的 在動力銜接線的部分 這具引擎它性能並不是強項 而是在於給你一個比較線性的動力反應 所以在一般市區代步啊 或是高速公路啊 這些我們日常用車的需求上的話 它都是容易控制的 那有一點比較可惜的是因為 它的變速箱 畢竟還是四速自排的變速箱 所以在整體的動力反應上面呢 多少都會出現比較明顯的頓挫 但是你必須要接受它的一個缺點 那在煞車的部分呢 雖然一開始踩下去 好像是比較空一些喔 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很充足的自動力道 可是呢 當你騎乘踩到後半段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自動力道還是足夠的 而且因為這個煞車大板 它的行程是夠長的喔 所以嚴格來說 這個煞車算是容易控制的 在乘坐舒適度的部分呢 我們先講隔音喔 隔音跟之前比起來 真的是進步太多了 尤其啊 你可以發現 現在呢 底盤傳進來的隔音 已經是比較少了 真正比較明顯的 是因為我們開快速道路 像現在的時速80 傳進來的風切聲 整體來說 隔音表現呢 已經在大家可以接收的範圍內了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注重的 就是它的底盤設定 會不會硬到一個太顛 像以前傳統的越野車那樣子 可是我們實際開下來之後發現 它基本上呢 現在是採用一個比較中庸的設定 它雖然路感是比較強的 但是基本上呢 都還在大家可以接收的範圍內 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的舒適性呢 算是還不錯的 以一台純種越野車來講 所以呢 那大家預期的拋售潮 我想應該沒有那麼快會出現 該買這台車嗎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Gmaili身上 會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 行路性偏向中庸 由於Gmaili是純正的越野車定位 所以之前就有許多人在說 它會不會懸吊設定 並不符合一般日常使用的需求呢 會不會以後還會出現一個拋售潮 可是經過我們這次實際的試駕之後發現呢 新一代Gmaili在整體的行路性方面 其實已經能夠符合一般人的期待 不只是隔音效果還不錯 懸吊本身也有一定的濾震效果 甚至底盤整體的調性 也是比較穩定的 並不容易出現過度搖晃的情形 所以就算是拿來日常生活使用的話 也是相當適合的 第二個優點 安全配備符合期待 在Gmaili身上啊 他除了基本的巡機 以及六顆氣囊的配置之外呢 這次他還另外搭載了 AEB自動緊急煞車系統 駕駛疲勞警示 以及車道騙移警示等機能 因此就配備面來說的話 他已經是目前台灣市場裡面 Suzuki安全配備最為齊全的車款 如果說你是一個很注重安全配備的人 那麼相信Gmaili應該能夠符合你的期待 第三個優點 越野性能強悍 在這次的試駕體驗中呢 原廠也特別安排了許多越野的關卡 讓我們去測試 那經過測試之後發現 他不只是4H跟4L兩種加力箱模式 可以徹底發揮Gmaili的越野性能之外呢 即便我們使用的是2H後輪驅動模式 透過電子差速器的作動 他依然能夠擁有不錯的脫困能力 所以呢如果說你是很在意越野性能的話 我相信Gmaili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那麼缺點又有哪些呢 第一個缺點是他採用了四速自排設定 由於Gmaili搭載了四速自排變速箱 所以在整體的動力銜接性 以及換檔頓挫的意志方面 多少還是會有所犧牲喔 再加上搭配這具四速自排變速箱的情況下呢 他的平均油耗只有每公升14.5公里 應該說並不算出色 所以就省油性方面 也不算是Gmaili的強項 第二個缺點 空間有所限制 即便就在Gmaili身上 他配置了四個座位 但是當你坐滿四個人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你基本上 是沒有行李箱空間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你要買Gmaili當作家庭用車來使用的話 你就要仔細衡量一下 你對於空間的需求到底在哪些地方 不然的話呢 加裝車頂的行李架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三個缺點是他的後車期過長 由於Gmaili正處於全球大缺車的狀態 所以不只是日本當地市場 現在的後車期超過兩年 就連英國市場也傳出了暫停接單的消息 而在台灣市場呢 據傳接單已經將近兩千張 所以呢 如果以今年的配合大概八百台來看的話 如果說我現在下訂 可能最快 也要明年底才有辦法拿到車 那如果我是準車主的話 這麼長的後車期 確實會讓人家覺得十分的煎熬 總結之前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是 Toyota的RAV4 Hybrid 以上優點跟缺點 都跟大家說了 大家再自己衡量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這樣我們新影片上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訊息 另外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LINE群組 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下次見